57岁的水都温泉会馆董事长爱上了小他31岁已婚的洗碗公 那么这段不伦练呢让杨炳成被起诉 而吴玉贤的丈夫也诉请离婚 还对法院指控太太对他施暴 而台湾高等法院在昨天已经判准离婚了 那么杨炳成被称为是温泉大亨 但是想不到呢 结识了这位洗碗公之后呢 两个人其实经常在公众场合出现 两个人恋情北投温泉业者时有所闻